《撒姆尔记》上第31章 非利式人与以色列人交战 以色列人从非利式人面前逃跑 有很多人在基利波山上倒闭 非利式人紧紧追赶扫罗和他的众子 击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雅比拿达和麦基舒亚 战争激烈 扫罗受到猛烈的攻击 弓箭手发现了他 射箭的人射中了他 他的伤势严重 扫罗就对替他拿兵器的人说 拔出你的刀来 把我刺透 免得这些未受割离的人来把我刺透 戏弄我 但替他拿兵器的人不肯这样做 因为他非常害怕 于是扫罗拿过刀来 自己扶在刀上死了 替他拿兵器的人看见扫罗死了 他也扶在自己的刀上 与扫罗一起死了 这样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 以及替他拿兵器的人 还有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在那一天一同死了 在山谷那边和约旦河那边的以色列人 看见以色列人逃跑 扫罗和他的儿子都死了 他们就弃城逃跑 非利式人就来住在城中 第二天 非利式人来拨那些被杀的人的衣物的时候 发现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倒闭在基利波山上 就砍下他的头 解下他的兵器 又派人到非利式地的各处 去向他们的偶像的庙和人民报信 他们把扫罗的兵器放在亚斯塔路的庙里 又把他的尸体钉在博山的城墙上 激烈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式人向扫罗行的事 所有的勇士就动身走了一整夜 把扫罗的尸体和他三个儿子的尸体 都从博山的城墙上取下来 带回雅比 在那里把他们烧了 又把他们的骸骨埋葬在雅比的垂柳树下 并且进食七天 我们下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